柏林技术大学的实讯教室 跟真材制造有关 也有机器人技术的应用 这个生产线 是有真材制造的主要的元素 这是他的教学产线 这是在大学里面的 有机器人应用 这个规模很大 所以这个柏林技术大学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实验室 它是应该是过程工业的 有这个物料的处理 都有运用了机器人的一个 这个规模也很大 增材制造 三维打印 3D打印 三维打印 人机工程 然后这个装配 所以它这个设计的这条产线 也是很有意思 以增材制造元素 来开启化工行业 然后再有这个增材制造 机器人应用